你一向都是这么个女子套近乎的吗 放心 总有一天 我会取代尔虞在你心中的位置 你也是来此行的吗 对不起 殿下 殿下对你有情有义 如今殿下有难 你竟不顾而去 亏欠殿下的 日后我一定归还 只是此刻 我必须要离开玉峰阁 那你倒是说说 为什么非走不可 好了 青巧 冬月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那日那些门客要走也就罢了 殿下平日对冬月百般看重 如今她为了荣华富贵 背叛殿下 殿下怎能无动于衷 冬月所求的 不是高官喉鲁 也不是荣华富贵 我相信她有自己的想法 殿下 我离开玉峰阁事处有因 只是尚无头绪 还不敢轻易许诺 只待日后事成之时 可以报答殿下 当初的知遇之恩 冬夕和兵部的人 一起回家 刘烡 帮她也不是 是啊 跟她做的 需要 我不想 尔程 像是 好 伯爹 这词 仍然是 要给你们 冬月姐 我们终于可以做邻居了 我以为有了道乐 你在冯府已经不愁寂寞了 你瞎说什么呢 道乐在我眼里啊 跟小四就没有差别 不过他教我武功还挺伤心的 看来过不了多久 我就能帮冯大人单独执行任务了 你对冯夕倒是死心塌地的 冯大人他虽然在别人眼里 是个不择手段的人 但是他救过我弟弟 救过我 还帮我脱胖换骨 重获新生 别人怎么看他不重要 我这欠他的 我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若是我能跟你一样洒脱就好了 参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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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们的夫人 我只是暂住于此 没事 你们下去忙吧 是 你这个人啊 就是性子别扭 刚才简直把波勒业都写在他脸上 若是你一礼带我也就罢了 若是你敢乱来 多了 我去不宣扎 赢了 那你把她搬低来 我也是 我帮你 没人吗 我真的 我去 这不玩 你不懂 我 你不打着 黄 Vou 谁啊 请夫人洗漱 我 进来吧 我还是自己来吧 你们这样我不习惯 是 奴婢在门外等候夫人 你们跟着我做什么 夫人 大人吩咐我们必须好好侍奉您 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我没什么事 我只是随便走走 那奴婢陪您四处走走 我 我不用你们陪 夫人 您是要出府吗 我只是来暂住的 又不是犯人 为什么不能出府啊 夫人 府中的地方很大的 要不奴婢陪您到别处走走 你们大人是要将我禁足吗 你们是方便来看管我的吗 奴婢不敢 大人说了 夫人既然住进来 就应该遵守防府的规矩 我都跟你们说了 不要叫我夫人 冯夕在哪儿 她在干什么 我要见她 夫人这是想念大人了吗 奴婢这就去汇报大人 不要去汇报 谁想她了 夫人 您也别太担心了 正如夫人您所言 大人万花从中过 也许只是一时兴起 才把那个冬月接进了府 可是这次冬月进府 一印物品 全是大人亲手值班 没让旁人插手 我也不想到他的oule 她是遇情故纵 是啊 她从未对任何一个女子 那么伤心过 这几日过得如何 我既然已经决定追随女了 就自然会按照你的安排去做 你又何苦将我禁锢在这府中呢 我在玉丰阁还有事物未了 你已经搬进了我的府里 还挡着我的面 念叨那个三皇子 真是令人心烦呢 你干吗 你不敢 你不想 你用三皇子的事威胁我 现在又指望我对你动心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那可不一定 上次三皇子把我围在院中 你还舍身去救我呢 可是你利用了我的善良 只是想引殿下入局罢了 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救过我很多次 难道对我 就没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吗 够了 我不想再跟你打亚迷了 我的心里遭已有人了 而那个人不是你 是三皇子吗 我心里的那个人 叫尔玉 他是谁 他是哪里人 你们合适认识的 你也躺下吧 舒服些 你想怎样 放心吧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我就是好奇 能被你藏在心底的人 是什么样的 尔玉他已经不再是人世间了 这你有通天彻底之闹 也没有办法拿他怎么样 既然已经不再人世 你还对他心情念念 看来你们两个 经历过很多事 他曾经是陪伴我长大的人 而如今 我正在看来 是什么样的 我只能由你认识 你去参照 我还能不能先 这就是 我来的 我来的 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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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的 你 我来的 你 我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